Hello,大家好,我是伍多东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既经济又适合的菜 成本只需4月前 韭菜煎豆腐,我们一起来制作 首先我们将买回来的豆腐给它改多成块 准备点配料,把韭菜切成段 红辣椒给它切碎 再来点大蒜子 起锅烧油,我们下部煎出豆腐 我们煎豆腐这个饭,稍微给它来一点点盐 这样煎出来,豆腐它就不会黏 我们煎至水豆腐的时候一定要小红棒煎 并且提前下露盐,这样我们煎起来 豆腐才不会粘过才不会碎 好了,我们的水豆腐已经煎好,我们到处来开始下部的制作 锅中烧油,我们下露 这个红辣椒和这个大蒜,把它炒香 稍微给它来点盐 好,加剁掉之后,我们下路刚才煎好的豆腐 来一点清水 稍微给它焖停一下 下一步我们开始调味 放入少许的生抽老抽 鸡精味精 最后给它来点蚝油辣椒粉 给它稍微煮一下,煮个差不多一分钟,这样这个豆腐才会入味 好了,差不多我们把这个韭菜给它放下去 最后给它淋上少许的蒸粉水收支出锅 好了,我们这道既经济又实惠的韭菜煎豆腐就做好了,谢谢大家的观看 本期视频就自主完成了,欢迎大家点赞转发评论,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